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然后呢 我们做个端鲁节的 老杨私房账的推销 买了我们的茶 会送一个呢 出口美国的一个消毒灯 欢迎大家选购 少少二维码 了解那具体详情 谢谢大家的理解 好了 我们继续谈一下马云 马某和马某某这问题 因为国际社会 现在很多媒体 还在炒作这个话题 阴谋之差一场惊恐 资本市场出现地洞山摇 人们在追问 为什么马云会躺枪 我们昨天呢 介绍了那个马某新闻 引发了港股的惊魂半小时 因为央视新闻 已经不想了一个新闻中的 杭州马某网络指向性太强 让人们马上联想到 风波不断的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 逮捕的罪名又是非常严重的 散动分裂国家 散动颠覆国家政权等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一下想 网络 马某 经过了多家中国官方媒体的转化推送 犹如惊弓之鸟的投资者 迅速大量的抛售他们的股票 所以港股开盘 惊魂15分钟 受市场的推测的影响 恒生科技指数盘中跳水 一度跌了超过百分之四 最高超过百分之九 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 网鼓散崩 阿里一度跌超百分之九 京东快手美团 腾讯 沙爹 纷纷 一片的惨率 央视的感情在九点五十分 把原来推播的新闻 马上改为马某某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报道 被捕的马某某 是从事硬体研发的工作 紧接着的法治日报 也随即推出了报道 透露更多关于马某某的细节 马某某县年37岁 有人说是男的 有人说女的 但明确说这个人是温州人 马某某的网座上 接受了境外缓华 敌对势力洗脑之后 终极目标借助境外力量 颠覆国家安全 国家政权 甚至呢 在那兴致淡淡筹主 大陆的临时国会 这个有点disorder 媒体报道的信息就是 马某某的联税工作身份 就告诉大家 此马非彼马 马某某不是马某 好了 半个小时 市场一力消除 阿里巴巴的股价暴跌 越半个小时 顺势拉回 盘中一度翻红 恒生几十数 各大指数也经历了V尺 一似乎 惊魂未定的人们 开始在关心马云的现况 很多说法 当然很多都是不硕实的说法 目前没有前为消失证实 马云曾经的最近公开露面 这个中国的富豪 自2020年 蚂蚁金湖这个事被整顿 阿里巴巴把还垄断调查 他一直保持刻意的低调 出过一趟国在香港待过几天 但是也没有露面 虽然有阴谋者认为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 借着敲山政府的方式 严厉警告马云等企业家 不要借着掌控资本和网络流量 来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 但是说法的可能性 也不一定经得起推敲 因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企业 已经打了一年 监管打击 没有必要在节外上 整这种腰儿子 来让股票一惊一乍 没有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的源头 有人认为可能是媒体的不小心 媒体的不小心 短短的两句话 缺花任何细节的报道 马上引起了股市的激烈震动 这为什么呢 很清晰的表现出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悲观 以及可以感受到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震荡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杨丹旭 不依不劳 那么继续发问 为什么马云会躺枪 按照常识经验 官方突然发布消息 越是含含糊糊 就越是事由欺凿 欺凿 含糊不清 语言不详 那就麻烦的东西也多 大家马上就想起 重钱打击资本 无需扩张之下 栽了尬根头的 马姓的企业家马云 以为新的一场 整数大戏 拉开戏幕 因为之前说 国家经委 国家经委中纪委 也正在调查 马云有没有官商勾结 这个问题 他回顾了一下 2017年 马云风头正进 到美国纽约去会晤 有没有给一百万 不知道 有人说法 去见特朗普 很多人以为 他是在北京打头阵 但路透社去年说 马云事先没有 向有关当局报备 激怒了北京 激怒了习近平 惹了祸了 自己花钱 买了路长券 见了面 拍胸膛 说要提供一百万的 美国人的就业 结果一点都没用 回来还挨K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马云成立了湖伴大学 风波不断 一路都被人家揣测 把他跟东宁党人 东宁书院挂在一起 他不得不在去年 把这个名字给更改 那这个东西呢 就讲了 一个呢 商议人要自在天下 又要怎么样呢 什么东西啊 培养自己的子弟 这个当然在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之中 很容易被人家很多的联想 当然这些联想 更多是捕风作影 大家看到马云的政治地位 非常的微妙 好了 中央连续将有一年 出手整顿 也知道政治局会议呢 习近平还在强调了 遏止无序扩张的必要性 整个资本界 惊弓之鸟 马云到底是安还是威 现在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 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我们当然也承认 也必须这样认识 资本需要适当的监管 以归制它一位足利的天性 但是呢 你持续的高压 持续的监管 投资者的信心 早就跌到西股 我们的读报节目 谈到了几个金农学家 金农经济学家 金农家等等的看法 一致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已经跌到了低谷 当然 前两天 也就是29号 中共的政治局获益要求 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已经完成了平台经济专项整改 开始要常态性的监管 还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的规范的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好像大家看到了要放松监管的希望 还没有放松 光机又来这么一下 所以5月1号这个长假期 境外的消息也有在说 中国监管机构也就是长假期之后 那么怎么样呢 要跟大型的平台经济的公司举行座谈会 那么向他们挂保证 不再提整改或者突然开罚单了 如果这个属实 就说明了经济的压力之下 松动的监管只能可待 那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相信官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让马云出事 在这个时候 经历半个小时 就知道市场根本就没有信心 不是缺乏信心 所以 归纳一下 第一 阴谋之差 引发了一场虚惊 差点就让资本市场地动山摇 如果真是属于因为媒体不谨慎 还就这个媒体 少了舆情观念 大局观念 但是我再问一句 如果不是媒体的不谨慎所为呢 又该如何解释 第二 正如我们所大家知道的 马云始终是个观察指标 柳传志的妇女 当然也是 对着柳传志妇女 对马云 用对护孙大午 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法 不可能 因为马云的影响力 马化腾的影响力 柳传志的影响力 王什么那个 那个美团啊 什么之类的影响力 他远远的超过了孙大午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民营经济 在重拳打击之下 重点到资本 无序扩张之下 经营环境远不如希望 这也是客观现实 这是第二 第三 扣在马云头上的死盆子也不少 跟特朗普见面 体制中的人 有外交五小事的纪律业数 马云是个头号的首富 民营企业家 他本人在联合国 也有兼职什么大使的身份 他可能也没有报备这个概念 顶多就是好表现争风头 至于湖伴大学的风言风语 其实很多都是不识之词 在马云在蚂蚁金服上 栽了大跟头之后 这些诽谤之子如永随形 当然在讲政治的国度里 这很正常 第四 马云为什么会躺枪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他被顶钉上 我看短期很难有解脱之说 但当局要考虑的是 这种原本不是什么事的事 也就是一智之差 居然会引起海内外资本市场的地洞山摇 这反映了资本市场 对政治的任何不确定性的惊恐 这并不理 二十大的顺利召开 制造良好的氛围 有这么一句话 说他没有道理也可以 但是说他有道理也对 这句话就是八个 十二个字 是十六个字 动态清零喊个不停 资本归零 民生凋零 可不能让资本归零 民生凋零 已经够惨了 这个是雪上加装的是千万 千万要慎重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也没关系 有这么多的 人家他是一种 老杨 他越来越了 越来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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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